我們今天帶了一千份的連署書 我們農埔裡有一千兩百多個居民 我們目前已經收集到超過里內九成五以上的居民的連署書 我們還有收集到土地所有權人的陳情書 我們今天前來內政部開記者會 主要是要跟內政部最近要開的三峽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裡面的政府官員還有學者專家說 我們三峽龍埔裡在地是有反對這個開發的意見的 過去龍埔裡在三十年內已經經歷了四場徵收 那有居民自殺了 那今天政府呢還是依然蠻恨的在開發這個三峽 那他用兩個都市計畫 用三峽賣子園都市計畫 還有三英捷運都市計畫來夾殺小農 讓我們三峽龍埔裡就在地的里民人心惶惶 那未來不知道要如何在這片土地上繼續生存 那這一次我們主要的抗爭的點是機場捷運用地 機場捷運用地呢原本的規劃是在三英興盛地 全部的地方都是公有地 但是政府把那邊拿去蓋藝術園區蓋美術館 可是現在卻不讓那些地方繼續弄 要來弄在我們龍埔裡裡面 捷運局政府他們現在為了要趕快把機場用地 確定下來把它轉移到現在的三峽都市計畫 但這件事情是我們里民看新聞看到才發現的 原來現在我們的土地準備要拿到內政部裡面 給官員來討論了 政府今天要徵收14公頃這麼大的土地 我們原本在三英興盛地那邊只有規劃要5公頃 但是現在到我們龍埔裡裡面竟然要用到14公頃 這中間的規劃怎麼樣從三英興盛地移到我們龍埔裡裡面 我們里民完全不知道 今天政府要用我們的土地 難道還要我們人民自己去上網找資料嗎 你看我們今天14公頃這麼大的土地 我們今天只有5位大哥他明確的知道 他們家的土地可能會被徵收 我家本來有五六分地一次一次徵收的 剩下最後一分地 政府也要把我們徵收掉嗎 還有我們這邊那麼大塊地 政府都不用通知我們 是我們不應該知道嗎 被告知嗎 希望機場捷運不要設在我們的土地上面 請應徵署內政部署長承諾我們 還有可以聽聽我們土地居民的聲音 我們身為小農我們真的想要問問說 為什麼一定要犧牲農地 那我們小農的生存權在哪裡 三峽龍埔裡是特定農業區 是農牧用地 但是因為我們的行政機關 它核定了重大工程 把這個特定農業區 變更了地木 它將要做都市計畫 這個地方是我們中華民國台灣的糧倉 如果我們沒有了這個糧倉 我們的物價 我們的空氣污染都會有影響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再想一想看 是不是有更合適的地方 讓這個捷運機場可以有更好的一個去處 而不要設在這個農地裡面 希望這個內政部的這個營建署的官員 可以承諾我們龍埔裡 不要浮爛深收我們龍埔裡的土地 不要讓這個機場繼續設在這裡 還有LB05站可以撤除 那第二個訴求是希望說 在未來如果這個內政部營建署 把這個三峽的都市計畫排進去的時候 可以通知我們所有的龍埔裡的居民 通知我們土地所有權人 還有通知我們自救會 讓我們一起練習參與 參加所謂的內政部都市計畫委會的部分 那這部分我們在提我們這個案子 如果有提到內政部會會有來去判審議的時候 我們會請新北市政府來通知所謂的 有這個土地所有權人的部分 你們可以來陳述意見 可是你們必須要推派代表 來去做相關陳述意見的一個說明的部分 我這裡有900份連署書 那包括今天剛剛有大哥他也是土地所有權人 那意思是說往後這個自救會可以去參與這個現場的食商 是嗎 沒關係我們自救會可以去參與協商嗎 你們是要推派所謂的 有程序相關於民生法的這一份 那些委託書可以嗎 不是你們要推派代表 你們人數中多 那你要 我在確認一次主任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我們自救會成員拿了900份連署書 那我們900位的成員 龍埔裡的黎明他願意去支持我們自救會 那如果他也有所謂土地所有權人的話 我們自救會是可以推派代表去協商的 這樣對嗎?依照程序的話 你們就推派代表 然後他們就是土地所有權人的部分 那如果說他也有所謂的相關的授權的部分 那這部分你們就可以去相關的程序 把你們所謂的意見整合 你們的意見要整合啦 我覺得你們的意見要先去整合 那剛剛其實你們的意見 其實我們大概在陳述的相關的 陳情書裡面我們大概都已經有 大概有了解到 所以這部分的部分 我們會請新北市政府來去 通知相關的那一個 土地所有權人的部分 我現在手上這是三角龍埔裡 居民超過900份的連署書 在裡頭的意見是 反對這次的都市計畫 還有反對裡面的LB05捷運站 還有機場用訂的用戶有沒有 我們要去陳情說不要徵收我們這裡的土地 希望機場可以換一個位置喔 那我們承諾書在這邊 我手上有陳情書 我手上有連署書 那我現在給官員 那希望官員可以把這個陳情書跟連署書 拿給現在要準備開會的學者專家們 中部辦公室 這個這個這個訴求有辦法做到嗎 有辦法帶回去嗎 剛剛已經看到了 你的意見 我們會跟你們請相關的 都要處理 那這部分可以做嗎 這部分的意見 我們會審慎的投訴 你們所有的意見 我們會請相關的單位 會去做回應 後續會提到內政部部委會裡面 來去做討論 好 我們這裡官員的意思是說 他會把這個意見帶回去喔 那帶回去之後 回去開這個會 官員請你留步 官員 我們喊個口號喔 龍浦里民反正說不要推擠 不要推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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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喊個口號就好 不要推擠 大姐過來 大姐大姐來 來不要推擠 不要推擠 好 他今天回去之後 他們裡面內政部一定屬中部辦公室的會 到底開得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 好 那如果這個結果出來之後 我們龍浦里民 堅決反對這個開發的這個訴求 他們還如果不答應的話 那麼往後 一定會跟內政部這邊 一定會跟用地區的大會 新北市政府這邊 抗爭到底喔